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厉害厉害 他的言论 他一句话 他一招 差不多把马来西亚政坛打到天翻地覆 几乎什么人都给他射中了 哇 他这一枪出去 全部都给他射中 而且射得非常非常的妙 讲得非常非常的妙 很少看见大马政客能够讲出这样水准的话 能够一句话能够打这么多 我们慢慢来分析 凯里昨天讲 华人 未来50年 只可以含泪 投火箭 或者是no other choice 大马华人 95%的华人 就是94% 因为我们每次用6% 那6%的人是不投火箭的 94%的华人 他们未来50年 只能含泪 记得是含泪 你一边哭着 总之你去投票站之前 还一直骂火箭 骂到投票站的时候 看见火箭 照样投火箭 他已经形容到这个程度了 因为他讲的 华人已经没有其他选择了 在马来西亚 其实他讲的 通通都是对的 华人还有其他选择吗 马华工会 马华工会的问题在哪里 因为马华工会 我给你们一个比喻 你们就明白了 不要生气啊 这个是客户的 我们所谓的 你们不要生气啊 就好像我进到鞋店了 那个鞋店在卖矿存水 就是 他不像是一个 政党不像是一个政治的 但是马华呢 一讲起马华 我只知道鞩天市咯 customer feedback 鞩天市确实是做得很好 马华就剩下鞩天市 其他我真的不知道 你这间是卖衣服的吗 卖衣服的这么有卖糖果的 我们其实搞不清楚他们在做什么 知道吗 所以整个去选择 火箭是好在他的立场是很鲜明的 你知道火箭是干什么的 不用讲也知道是干什么的 你看着大家排队投票说 你也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然后凯里这句话呢 实际上呢 他是设在那几个马来党身上 我跟你讲他高招 他已经讲很清楚了的 你们想拿华人票呢 唯一的选择呢 就是跟火箭合作 然后回教党图团团 那个巫统聪明 巫统一早就合作了 这个就是你们唯一拿到华人票的方法 然后呢 你们马来党呢 不要去反华人 因为现在整天讲说 马来人整天讲说 华人反马来人 凯里就是提醒啊 不要跟华人做对啊 不要反华人啊 华人虽然21%啊 但是这个是关键啊 你在那个州呢 32比0有什么用 你只拿到那个州吗 其他的重要的州 经济好的州 重点的州 你拿不下这21%的华人损票呢 你永远不会赢的 那边给你32比0 烧干干净器没有用的 那边挖水井罢了 真正会赚钱有进去 经济有活力有用处的州呢 这21%的华人不把票投给你呢 等一个送 你没有用的 完全没有用的 他在提醒这些 这些那个马来政党 所以你看凯里的那个 话呢 他的那个用意 多么多么深啊 对不对 所以他也在骂火箭 反正你火箭做到多坏呢 华人呢 真的还是会投你 所以他一句话呢 骂了很多人了 来来来来我们来看那个经文啊 所以他这一句话呢 真的是很厉害啊 以后大马政客呢 多讲 多讲这种话啊 多讲这种水平的话 那他真的 未来50年不变啊 那么凯里还提到啊 这个他就有解释一下啊 他说他说华人满目投火箭啊 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一切就拜那个回教党所赐啊 他说感谢回教党 感谢那个哈迪R1啊 假如没有哈迪R1呢 没有回教党呢 华人是不会投火箭的 不会投到这样满目的啊 还会投张天使一下啦啊 还会投那个刘博士 那刘博士的党可以考虑嘛 张天使的党可以考虑嘛 啊 不会说一窝蜂 不会说95%呢 94%呢 全部啊 人家一边流着眼泪 一边骂都会投火箭啊 就是一切就是回教党搞的 一切就是哈迪R1他们害的啊 啊 凯里的意思他就讲得很清楚的啊 所以即使火箭呢 乱乱做乱来呢 啊 他完全凌驾那个名义呢 人家还是在一边骂骂 一边骂骂骂骂骂骂 投票投火箭啊 他就讲得很清楚了啊 所以他用的那个词呢 叫做行动党霸准时代啊 他其实这个火箭是 我看是地球上那个命水最好的党啊 啊 火箭真的是什么都不用做呢 人家都会把票投给他啊 真的是真的是 真的是全世界命水最好的 啊其他的那个党呢 没有火箭的这种命水 知道吗 啊 啊真的是其他的党呢 你看都要凭实力啊 天天去干凳那边啊 啊还要坐那个船啊 坐船进去啊 还要去说服啊 说服到人家 还是不要投给你啊 跟你讲啊 你给到他多大口 就是不要投你啊 火箭的不用说服的 啊 人家生命的一边哭 一边流眼泪 都会去去投火箭 啊这个 凯里讲的就是这样子啊 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就是这样子的啊 啊 你你你你你最近 你可能觉得火箭不好啊 什么什么啊 但是你进投票站 你还是会投火箭 还是好他办啊 啊 好了啊 确实没有这样悲观啊 啊马来西亚确实有在 slowly slowly changing 确实是有改变啊 所以我们看见那个华人啊 啊这个黄振威呢 成为了马兴社的主席 这个马兴社的主席呢 几时轮到华人做 就是因为团结政府之后才有嘛 啊这个位置才轮到华人做嘛 那这些机构主席呢 有哪个机构主席呢 是给华人做的 现在是马兴社这多重要吗 他掌控新闻媒体啊 啊马兴社啊 啊你看 现在轮到华人做 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改变嘛 啊然后 放心啊 916日 如果我们如果赶出来搞那个机会 就是啊我们的红三军出动 我们的加码出动 这个事情呢 巫统帮我们settle 所以你们不用担心 啊他已经讲了 他们赶出来 红三军就出来 啊这个加码的红三军啊 啊 所以我们看看火箭部长嘛 啊 其实火箭有做很长的 没有啊 那个火箭部长已经讲了 啊这个现在呢 1500的薪水不合理 他决定呢 要提高到2000块 啊你们这些不要讲叫苦连天啊 跟以前我讲过了 啊你不要聘请这种穷人 这种薪水很低的人帮你做工 他跟你打1500是网上 他又打另外一份工 他一天打三份工 那你会专心跟你做工 你不如给他2000块呢 你跟他讲 你跟我加班 啊你专心做我的工作 你其他工作不用做 老板会照顾你 这样子我们要的是这样的员工嘛 对不对 啊所以火箭部长最近在做什么 啊最近那个巴士呢 数据出来啊 基隆坡需要4000辆巴士 目前呢只有766辆巴士 OK 接下来他要去处理要找多 3000辆巴士出来 填补这个漏洞 啊要不然 这个是解决基隆坡塞车的 那个办法 然后火箭部长呢 你看几地还赚大钱啊 那天卖那个MM车牌呢 啊这个马来西亚的车牌呢 车牌呢 一口气烧2,09万进来 所以不要以为大马人没有钱啊 只是这个 有没有出现这样的人才出现这样的布展 你看这卖车牌罢了啊 啊最贵的那个用62万呢 增加那个1号的M1M的这个车牌 62万 所以人民还是有钱啊 所以这1万个车牌卖出去呢 啊接下来呢 又有多1万辆车啊 这还是有钱的 人民有钱的 啊你看这个《孤注一则》呢 反诈骗电影呢 他4天就1000万了啊 啊创造基督啊 你看华人还是拿了1000万出来看电影啊 啊不要讲没有钱啊 啊所以 我们就讲了 传杰政府的concept呢 就是要大家认识呢 啊不当被人满这个83岁的uncle呢 还在做工啊 他其实很健康啊 做爽的做爽 但是他就是要继续做没有懒惰啊 所以没有没有懒惰呢啊 没有懒惰呢 就是团结政府的一个concept 只要你在马来西亚不懒惰呢 你一定可以过得不错的 最后再讲那个阿玛杰黑的东西 我真的不明白一些人啊 这个课题有什么好讲啊 什么一直讲 好了 阿玛杰黑呢 坐牢了 很简单咯 啊又回到那个混乱时代咯 阿公又要来了 啊又要一个一个interview 要一个个问 你支持谁啊 你不会给阿公现在去去东马那边的 什么啊 啊 啊 阿公来烦这个东西 国家又重新陷入混乱 啊那个英文字叫 chaos嘛 啊 混乱了五年还不够啊 啊 啊 那个阿玛杰黑坐牢 阿玛杰黑什么 政府都倒了咯 团结政府都倒了 政府都倒台了 还有什么好讲 不是啊 你现在你保住阿玛杰黑呢 啊 这个团结政府有在吗 他有在团结政府就有在嘛 啊 团结政府都垮了 都倒了 还什么好讲 啊 然后又回到那个后门时代 回到那个后门政府执政 啊 那时候多可怕呢 以前英文的节目 已经讲到多少次了 你又要回到这个时代啊 啊 又要倒退啊 要过那个举白旗的日子啊 又要拿EPF出来度日啊 啊 是不是 所以不可能的嘛 所以呢 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嘛 其实安华呢 他 我现在我要批评他 make a big mistake 就是 总之这种前朝的这种case呢 这种后门政府时代的case呢 这个之前老马时代的case呢 我跟你讲 他上台的时候呢 他当时犯了一个错误 就是没有取消 我跟你讲 安华如果当时一上台呢 他把这些前朝的这些case呢 通通取消呢 完全合情合理合法 应该的这些前朝的政治case呢 不管对错 不管是非对错一律取消 这些是前朝搞的那个政治手段 垃圾手段 暗占手段 极度暗占手段 极度暗占手段 极度龌龊 你你放我我就告你 你你不听我的话我就告你 这些case呢 其实应该通通的撤销 因为当中应该有很多是冤假错案 这种这种闹剧这种什么 安华当时没有撤销呢 现在撤销的阿曼扎黑呢 现在搞到的 人家讲了一个礼拜还讲不听了 所以我完全赞同撤销 然后其他的通通跟他撤销 因为这些政治的东西呢 我也不相信他有 有没有不知道 有了 以后有一天找到证据了 那个重新告过了 钱真的进到他的account了 就像那个某个年轻人 钱真的进到他的account 那种你要变也变不到吗 那种模棱两可的东西呢 这些不要浪费国家的资源 好了 那简短说到这里 所以 所以看见凯里这样讲呢 大家什么想法呢 欢迎留言讨论 也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频道 我们下回见